來 歡迎收看 收看小學 小學是什麼 SALONE 全攻略 讓你點票票 SALONE 全攻略 對 頭髮是非常重要的 是 好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長髮的小滿 對 美女好 小歡迎你 歡迎 平常大概多久上一次髮廊 我們根據調查大概是 名人 藝人 都是大概兩個禮拜 對 去一次 搞得我跟那 都好像都不是藝人一樣 對啊 你們都多久上一次髮了 我們有時候一個多月 差不多一個多月 對啊 我也差不多一個多月 那你也不是藝人 不是 是不是 你都一個多月 通常都做什麼樣子的 護個髮吧 深層護髮之類的 今天要來問問看大學生 是 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很願意 在頭髮上面花大錢的人 願意去SALONE嗎 來 價位大概是多少 好 好 Josh 三千塊 你的頭髮很重要 我覺得三千是緊繃耶 因為三千就是我剪加燙 而且可是我現在只有一年才去做一次頭髮 珠妹 你是今天 瀏海 但瀏海就兩百 對 我很喜歡去用頭髮 然後不然就是一直護髮 然後我曾經就是剪瀏海 光瀏海就是要兩百塊那種 然後整顆頭剪可能就要八百到一千 然後懶可能到四、五千這樣 對啊 看 而且我很喜歡去跟阿姨 很便宜 算是花比較多錢對不對 對啊 但是有一個更可怕的 ERICA 到八千 五百塊 這個八千五真的是一個意外 因為我那天真的好想要用頭髮 我覺得我頭髮醜到爆 我那種頭髮 我同學就一直跟我說 我覺得你應該要去染一下 你布丁又長出來 然後八千五是剪加染 八千五 因為我頭髮 超扯的 我頭髮很多又很高 剪加染 那家真的很高興 但我看好像大家都有染法 現在現場沒有染法的舉手 有誰沒有染法 你看是少數 現在變成大學生 對啊 幾乎都是現在都基本要染法 多數的都有染法 真的耶 問一下大家就是說 這個頭髮的對你來講 重要度大概是 有多重要 我們直接說好了 來 阿蹦 到底有多重要 就是太重要 如果沒有抓頭髮就不出門 然後可是如果你平常 如果就是層次跑掉 抓不太起來的話 就整個人會看起來無精打采 所以對於我來講 我就是太注重頭髮 像我就那種一百塊 其實我不是不去剪 是這種會不放心它 所以都已經相信自己的設計師 就會常常去自己的設計師那邊剪 剪一次頭髮多少錢 我剪一次頭髮是一千八 好貴喔 對 一千八 還剪一千二的 真的耶 但是我 你是不是還有順便把其他 什麼眉毛也護了 身上其他毛都護了 沒有 一千八 手毛腳毛 好染 除了這頭髮重要的 我們找來這位特別來賓 當然是老師專業級的 一起歡迎Miyaki老師 嗨 大家好 歡迎 老師 就你觀察 說真的 現在一般劇 大學生是不是真的很肯 花錢在弄頭髮上面 是 真的很肯 我覺得現在大學生 應該說時下年輕人 對自己都很好 然後我覺得只要喜歡 然後可以用出他想要的心 我覺得價錢都是其次的 對 有沒有碰到什麼比較特殊的現象 現在覺得 特殊現象 其實像現在很流行 像我頭上這種彩色染 對 彩色染 對 像這一種 這個是要瘦一次前 還是要瘦 我剛剛可以看我背後 其實頭髮顏色超多 對啊 好漂亮 這種已經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那個 我們之前採訪那個 阿咪阿咪 他們就是頭髮就染成 有點重顏色 然後已經有點像那種娃娃 芭比娃娃的頭髮 那個彩虹嘛 大家摸印象 就是那個彩虹 彩虹 對 其實現在趨勢就是這樣走 然後我覺得對我而言 假如頭髮五顏六色 基本上你不用整理 你很隨心亂綁 它都很好看 可是我有發現像歐美 就很多人都很懶 然後頭髮 你看那些大明星出門 頭髮也沒有什麼在整理 可是頭髮他們這樣金色 你都覺得很好看 可是我們東方人 只要這樣披頭上髮好像就不好看 所以老師現在這樣Q模 也可以去弄成這種感覺 我覺得也可以耶 可是我覺得你顏色可能要小心 因為你知道現在很多貴賓狗 很多 對啊 大家就是第一次 假如有上過SALON的話 大概是幾歲 Michael 六歲 對啊 就是跟爸媽去參加別人的結婚 然後媽媽就帶我去那種 傳統理髮 然後編個什麼頭髮什麼的 阿蓮你在寫什麼 沒有 以前我們國中的時候 有流行去那個法廊 SALON 因為他們有放很多的奇奇怪怪漫畫 然後其中那時候我家附近 就有一間它有擺A漫 然後我們同學校都會 我說那一間不錯 讚 因為我們平常租都會被罵 人家都不會租我們 我們就偷偷去那邊 剪頭髮邊看這樣 好特別 像你們如果去SALON 就是最期待他哪一個服務的部分 SALON 那我們一定是 是什麼 按摩 對啊 按摩舒服 真的 可是像我就不敢啊 我超怕羊的 恩綺跟我一樣耶 我也最喜歡熱膚 熱膚 而且他還會幫你按摩 對 按摩是一個大重點對不對 對 還要加精油 按摩 大豪你也是按摩 在洗頭的時候 他按摩就很舒服 會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有 裡面只有空隙嗎 一個手氣吧 然後他會 對 他會這樣 對 這樣 然後那個 什麼 ERICA什麼叫看電影吃餅乾 我那家SALON很好耶 就是我在護髮的時候 他前面會放影片給我看 然後他會送手工餅乾跟咖啡 然後手工餅乾跟咖啡 然後手工餅乾跟咖啡 不知道我們特別好吃耶 因為8500啊 對啊 對 就8500 你光那些餅乾 就是7500買的 染劑800 他染劑一定很好 我相信 而且我是坐在沙發上面護髮 就是腳還可以翹著 然後前面再放影片 然後送 就是一直有人送咖啡跟送壁乾 是貴婦的感覺 對 貴婦的那種 感覺 但是真的那個按摩在 幾乎大家都是寫洗頭按摩 那個部分對不對 我們是這樣被按… 按到我是躺在那上面 然後按… 就是幾乎快睡著 睡著之前 真的 這個畫面很好看 天啊 奇怪 然後天哥怎麼了 那個… 嘴角很抽筋 這也太舒服了吧 你知道我們店 就是沖水趨勢都躺一排客人 大家都在樂福的時候 才會躺在那裡 你真的都可以看到 那個景觀有點可怕 大家都會張開 就像你那樣 翻白眼然後嘴巴 可能不自覺就打開 然後流口水 好酷喔 所以其實看到 真的躺一排 一排的時候還滿可怕的 超緊的 大家都這樣 一排翻白眼 一排翻白眼 陳這邊要問一下大家 有沒有曾經發生過 就說你今天 信心滿滿準備去弄頭髮 結果出來發覺 突然被毀掉的經驗有沒有 有嗎 有碰到嗎 聽講是每一個人兒時的回憶 這是一個奉獻 對啊 很可怕 劉璇 我有一次在那個中山 中山捷運站後面都有很多 很有名的那種沙龍 然後有一次我就為了 要去燙頭髮 燙人生第一個波浪卷 就大波浪 結果我去燙完 出來的時候感覺都很不錯 結果我三天過我洗完頭 我左邊的捲 和右邊的捲的大小完全不一樣 左邊是大捲 右邊小捲 中間套丁 三杯中捲 後面是TACO 結果反正它很明顯的 兩邊不一樣 然後我還就是 怎麼看都不一樣 我還後來又回到 我原本常去的那一間 他就跟我說 你這個完全就是 只能剪掉了吧 對 然後後來我就回想 在燙的時候那個助理 他就跟我 他就好像就問別人 就說什麼 幾號的捲子沒有了 你可不可以 你那邊還有嗎 結果那個人說沒有 我在想他是不是給我拿 不同號碼的捲子上上去 有可能 有可能 而且我燙到 我燙了一 就是坐了三個小時 都是助理幫我弄的 都設計師只是來看一下 然後我就走 結果燙了兩次 真的 真的 林軒你有什麼不好的回憶 但是 怎麼可能 之前 沒有 我之前不是 不是那麼短 然後以前有一年那個 那個世界杯足球賽 然後貝克漢不是 用了一個雞罐頭 然後那時候男生就會 都會想去撿雞罐頭 可是又不會講 然後我就會說什麼 旁邊不要中間長一點 然後結果就會弄成那種 就是美國大拼頭有沒有 就是這樣 拼頭 高級 對 然後 後來那個田中英之後 就會也很紅 然後就會說 我想要就是後面長一點 然後旁邊不要 然後他就會弄成一個 很像洋蔥那樣子 就是 什麼講都是講不出 有想要的 對… 就是要問一下這個名字 就是說 像剛剛同學有提到說 有時候覺得 怎麼今天都是助理來… 怎麼要去判別說 這個設計師有沒有盡責呢 好 基本上 我相信如果他交給助理一定他也是信任 因為 就是一個設計師只有一雙手 那他應該說他沒有注意到 就是沒有把助理的那個 就是傳達過程的教育好 那再來如果當助理 你都已經有聽到 基本上你就要趕快去呼叫你的設計師了 你就要跟他講說 比如說像卷子上不一樣 我覺得你就要那時候 就要趕快問設計師說 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你不好意思 你只是… 你就可以問他說 剛剛是怎麼了嗎 對 基本上讓設計師也注意到 我覺得是保護自己的那個 就是一個 方法 然後跟設計師溝通很重要 像剛剛就林軒說那麼多… 基本上其實我們常在跟顧客溝通 最怕就是說一堆 但可能真的沒有聽懂 就是有溝沒有通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拿著 最好就是拿著圖片 就是都在那了 你要是做不出來 那你可以換下一個設計師 可是有些時候 你說林軒然後拿著精神武的頭 對…我剛剛講那個 對啊 多這種 那就是隔壁整形的說 當然就是要跟顧客說 當然不可能一模一樣 其實我們自己拿照片 也要衡量自己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是適合的 我覺得你當然不能要求 就一模一樣 但是你可以有八成像或七成像 我都會這樣跟顧客說 好的 我們今天其實有一位大學生 平常生活非常非常的節省 他弄得來一次 絕對不會超過150塊錢 然後我們節目呢 想說就讓他圓成一個夢 我們帶他去沙漏 幫他改造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VC